他接着就看死了 而且你是真凶那么高那么稳 他真凶 对他很高他唱得很高 谢谢 他只是一直没有这样的机会让他唱这样的高音 对太厉害了 王欣宁虽然是个小个子 但却有很大的爆发力 二宫重组时 王欣宁依然选择纳英战队 只不过在纳英这个团队 他没有熟悉的姐姐 最好的两个黄小伟以及吴沃仇被淘汰 而吴景言也去了宁静队 原本的四人团就剩王欣宁一人 加上他慢热的性格 王欣宁瞬间孤苦无依 好在唐维维发现了他的潜力 选择与王欣宁组队 两人一起合作山海 要知道山海这首歌相当难 想要一出来就连纳英都觉得难 宁静更是露出了痛苦面具 关键是这首歌与王欣宁的风格完全不符 颠覆了他以往甜美的形象 但为了突破自己 王欣宁愿意接受挑战 在唐维维的带动下 王欣宁慢慢打开自己 也能接得住唐维维对他的改造 果然王欣宁二共表演大放一彩 赢得全场欢呼台下宁静都不装严肃 为他欢呼 甚至在三宫战队重组时 宁静还邀请王欣宁加入战队 可以说宁静的格局是打开了 那么看完你喜欢王欣宁吗 欢迎留言评论